21號請到3號櫃台換肝 謝謝 光是在台灣 腎臟移植的號碼牌 已經領到7000多號了 細菌平台的供需失衡 使得許多病患 在等到適合自己的器官之前 便離開人世了 不過 一個逆天技術的出現 即將讓我們隨心所欲 創造出人造器官 病患們的漫長等待 又望畫下終點 這就是3D生物烈印 3D生物烈印 與我們熟知的3D烈印相同 三軸移動的噴頭 能夠打造出任何形狀的立體模型 但是生物烈印採用的原料 並不是一般常見的熱塑性塑料 而是一種叫做生物墨水的混合物 生物墨水中包含了活體細胞 以及膠原蛋白 明膠 海藻酸 等用來讓細胞微生塑形的聚合物 透過精準移動的噴頭 生物墨水會層層建構出 我們需要的形狀 在經由一段時間的培養 細胞便會緊密結合成 各式各樣的組織或器官 未來 生物烈印有兩大應用領域 分別為 藥物測試 以及 器官移植 在藥物測試方面 現在全球每年花在研發藥物的經費 將近1800億美金 但並不是每種藥物都能在動物實驗中看到成效 就算通過了動物實驗 也不一定適用於人類 僅有極極極極極極極少部分的藥物 最後能流通到市面上 有了生物烈印後 研發單位能直接測試特定人類器官或組織 對藥物的反應 不僅省下大把大把的鈔票 也拯救大把大把的小白鼠 快逃啊 未來更可以摘取病患生病部位的細胞 列印成組織 讓醫師測試藥物效果 並調整開藥配方 而在器官移植方面 全球的器官捐贈 都面臨著供不應求的問題 生物烈印為此開啟了一扇大門 能在實驗室 列印出健康的器官後送回體內 再加上 由於生物烈印 采用自體細胞列印器官 免疫系統 比就不會發生排斥的問題 病患不需要在術後 長時間服用抗排吃藥了 現在已經有生醫公司 製造出如眼角膜 皮膚等簡單的薄型組織 以及血管 氣管等管狀組織 至於結構更複雜的肝 腎 腥等器官 則是大家接下來挑戰的目標 呃 先生不好意思 完成度60%的心臟可以接受嗎 雖然還要一段時間 生物烈印才能真正改變我們的生活 但是隨著技術迅速發展 未來生物烈印或許能打造出外觀不同 但效率更加的新型器官喔 說到這裡 各位觀眾 如果所有人都可以幫自己更新器官 你 會烈印哪種器官呢 欸 可以換一個聰明一點的腦袋嗎 工程師們的福音來了 無限換肝計畫開始 即日起 預言生物烈印 享現實優惠 印一肝送一肝 讓你加班再久 都不用怕爆肝